然后也看到一些新闻说那个吴亦凡被刑拘是他妈妈亲手把他送进的监狱 是说那个他妈妈发现他吸毒 然后他妈妈没有办法 就他妈妈报的警把他抓走了这样子 还不知道这个这个信息的这个新闻的那个真实性是怎么样的 咱且走且看到底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说要吸毒 我身边有一些同事 然后我们我现在公司是有是不是每年会有一个那个随机的一个毒简 比如说抽到你名字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那个给你一个通知 你到到哪哪哪去那个去让别人起样本 然后会有毒简 所以我觉得这个吸毒这个问题好像在我身边还挺严重的 前两年前两年跟我很好的一个女同事 他突然有一天就是我们我们那个 我们在那个午休的时候一起散步 他突然间他就哭得很凶 他说他其中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朋友 他很好的一个朋友 欧弟死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欧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他跟我后来他跟我解释说那overdose 就是说一下吸毒吸太多了 然后死了 他自己的弟弟呢 他自己的弟弟也被那个警察抓了 牙抓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警察在他的那个车的后备箱里翻出来了 就是说他有那种mushroom 就是说致幻蘑菇 然后就然后那个警察就 他弟弟那天是跟他一起去玩 然后被抓了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弟弟还是大学生呢 好像我身边这个吸毒的人还 就是我感觉就是也不是说很多很多 就是以前在中国就感觉这不可思议了 怎么会有人你身边怎么可能有人吸毒呢 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吸毒这个事离我如此之近 你看我同事的弟弟 我同事的朋友 真的是真的是太恐怖一件事情 哦还有一些奇葩的州 然后竟然就是通过了那个大麻合法化 这样子 我非常非常不能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法案 不说别的 就我们近代中国 这鸦片对我们中国带来多大多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种奇葩的法案出现 就说大麻合法化 就是你可以随便买卖大麻这样子 真的我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黄毒毒这三件事一样都不能沾 沾了沾了你就人生基本上就毁了 当然也不能说全毁了吧 至少那段时间你接触这三样事情那段时间 你人生基本就毁了 尤其是毒品 他那个他那个朋友就是吸太多了 吸太多然后他就他直接就没有了就死了 然后他弟弟呢 他弟弟是那个警察抓到他 然后发现他有这款蘑菇了 然后警察就把他带走了 带走了 然后那个他他他妈妈连夜去去保释 把他弟弟保释出来 然后呢 好像也有一个小小的开庭 但是没有让他弟弟坐牢 没有让他弟弟坐牢 但是就是他有那个 就是他有多少老天不能不能出家门 还有多少还有几千个小时的那种社区服务 这样子 那肯定对他那个对他自己的档案上也有影响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很好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